就像剛剛自我介紹的部分 我是一個兔子攝影的工作者 對不起 知道怎麼用 那其實我有個夢想 就是我希望透過攝影的力量 可以讓更多人看見兔子的美好 儘管只是覺得好可愛喔 好療癒喔 好舒服喔 之類的感覺 那我希望說建立一個態度 就是說你會對兔子是一個有好的印象 那如果說你未來有機會飼養的話 以靈養的方式代替購買 那你可以去享受你與他的共同性的時光 那如果有會走上複子攝影這一塊呢 其實有個蠻重要的期間 就是說在2012年的時候 2012年9月 其實我本來是台北人 那因為跟 我本來是台北人 就是在台北 我身處在台北 那因為有一次機會我就來到台中 那很巧的就在晚上夜遊的時候 晚上夜遊的時候 我就在路邊撿到了一隻兔子 這個說起來蠻巧的 因為在我撿到兔子之前 我就在心裡面就在怨尿說 我在台北生長很久 那很想要換我牌進工作 那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兔子 然後因為小時候都是那種淡住攤 那種住家附近有淡住攤阿伯在白攤 他打不到淡住就用買的 那小時候就常常壓死很多兔子 那其實我在撿到這之後 我因此決定搬來台中 我覺得有個機緣在引領著我來這邊 因為我以前就覺得說 如果到外地工作的話 我會任養這兔子做伴 沒想要就讓我撿到了 這故事到中了 不要斷許願望 對那總而言之呢 我在搬來台中跟他一起的這段時間呢 我開始回想說為什麼我會來到這裡 那才發現說 所以兔子是我從小到大一直陪伴著 我一個很重要的小動物 渡過很多時光 那我也某方面來說做攝影這件事情 我也希望可以補償 對過去那些找找腰的兔子 彌補這樣子 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我不上一樣路 然後也讓很多兔子找到後悔這樣子 那所以我在實踐過程中 其實我的資源是非常緊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像吳衣品不像貓夫人 牠們可以外出拍貓拍狗 拍出超量的景色 兔子一般人都養一般人不會帶出來 那但是我為了要實現 讓更多人看到兔子的美好 所以我必須要自己找兔子來拍 那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找那個台北市愛兔協會去接架說 好我來當中途嗎 就是愛兔協會是一個單位 就是牠們收容很多代任養的氣兔 可能都是別人都丟掉 那牠們暫時收留 但是因為牠們據點的部分只有24個籠子 但是牠們每年會收到上百隻的氣兔 不夠籠子在哪裡 所以就是很多的兔子就會交由各個個人的中途 來做暫時的照顧 那我為了要拍照 所以我自己也中途了一隻兔子 但是因為我的空間 我的欺傻都很有限 就是我只能在我家養台這樣排排 但是後來才發現說 這個空間太局限 拍出來的效果其實並不好 但是我就是在這個很有限的空間中 去觀察說 欸兔子的習性跟肢體語言 怎麼樣去欣賞牠們獨特的語言 因為牠們並不像毛狗 會發出聲音 欸狗狗 你就知道牠是在生氣 可是兔子不會 所以我必須要更 比一般市主更客觀地解釋自己 我不能因為我的兔子很可愛 阿美看她很可愛 但我拍不出真正好的作品 所以我不斷地在有限空間中來念 那之後我開始做更大膽的嘗試 就是我不再拘泥於自己的空間去拍攝 那像台中有一個兔子餐廳叫兔兔窩 其實這個說來我覺得是蠻巧合的 因為在我來台中之前 我不知道台中有這麼一個 對兔子友善的餐廳 它是可以讓你帶兔子去放牧 不像台北巴黎的那種寵物餐廳 雖然叫做兔子餐廳 所以我有蠻常 就是我還蠻常去那邊拍攝 因為很多兔友會去那邊放牧兔子 那所以我也開始跟很多兔友去接待說 欸你的兔子可不可以借我拍 這樣子 沒辦法路上遇不到 對 所以我就是開始進行了很多外拍的嘗試 那會做外拍其實會 其實會讓我有個掙扎點 在於說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外拍這種東西 我其實應該是要收費 像寵物寫真這樣子 但是我完全沒有收 一方面 我主動去找的 我沒有收費 因為我覺得說 有個更重大的價值 是值得我追求 因為我去拍了之後 我才會有作品 有了作品之後 我才能夠流傳 讓更多人看到 那如果說 我是當作寵物寫真 我收了錢 我拍得照 可是這個版權 其實是屬於付錢的那位市主 他只會把照片 偵採到他的電腦裡面 在寫真書裡面 沒有辦法讓更多人看到 我只會讓那個市主開心而已 所以這件事情 還要找人外拍 雖然他是免錢的 雖然 我有經 可能會有經濟上面的需求 但是我不會從這邊去賺取 那 恩 因為我還是 恩 因為我希望說 我拍各式各樣兔子 讓更多人看到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會去尋找 各個個人中途 像是愛妒協會 或是 欸有些人 他就自己撿到我兔子 那就自己先暫時收養 可是他沒有幫忙養長久 之後還是會開放送養 所以我會去找這些個人中途 去跟他們借兔說 欸 我來幫你拍兔子 那之後 欸 我拍出來的東西 我也會在各大 任養版 寵物版去幫忙刊登說 欸 這隻兔子等待任養 因為其實個人中途 會有個蠻大的問題就是說 可能很多人 他有心 有能力 有錢去照顧 可是他不一定有好的攝影能力 去拍出這個兔子的特質 但是往往 人是很看重圖像的東西 如果你這個照片拍得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影響到我的任養醫院 這個是很現實的狀況 你一定是看到可愛的東西 你才會想要去任養 那如果你拍的兔子 他都是灌在籠子裡面 分分合的樣子 你怎麼會想要去養他呢 所以我就是一直不斷的 跟這些中途之家去說服說 我可以拍出這樣的質感 那可不可以跟你約時間 讓我拍這樣的 但是現在有個困境就是說 因為中途之家都是散的 那那個名單並不是很好掌握 所以這件事情 中途部拍攝的部分 我還在努力接洽當中 那對我來說 我看到的父子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溫暖柔軟的 而且很親近人 雖然他們不會說話 不會發出聲音 可是當他趴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他其實跟你是有互動 他跟你有語言 他正在說在幹嘛 欸欸跟我玩這樣子 那很像小孩子一樣 那其實他們有時候 就真的很像小孩 有時候會調皮搗蛋 偷搖葉子這樣子 那可是往往在我們 需要好好安靜一個人讀書的時候 欸他們也不會吵你 有時候呢就是這樣子摸著他 心情會挺負很多 有時候欸兔子 我覺得他們獨特的個性就是 就是會有種被陪伴的那種溫暖的感覺 那對我來說 我目前就是還在持續 呃在努力拍攝 還在我的圓夢的路上 因為 呃 我必須要很主動去找各個四組拍攝 那因為我沒有 我主動去找人的話 我是沒有收費的狀況下 那可能也會導致有些人誤會說 欸你也講拍度怎麼樣 好那我讓你拍啊 那他的態度可能 他不會覺得說被拍照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認同我的理念 而且也去拍出拍攝 協助拍攝 那不過還好 蠻幸運就是說我到目前的拍攝 或者都是遇到蠻有共鳴的兔友這樣子 那很多人都是看了我的 欸介紹理念之後覺得說 好我幫你我建你拍 那甚至有次拍攝的時候 還有個兔友他是坐計程車來 到那個約定的地點 帶兩隻壯碩的兔友一個4公斤一個2公斤 他也是帶6公斤的兔子來借我拍 那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感動的 那甚至說 因為我的計畫裡面是寫說 我希望跟我拍這些中途兔子 那其實很多四組他找我拍 他並不是用認養方式取得兔子 他是用購買的方式 可是在拍攝過程中 跟他聊說 他也會分享說 以前不懂事 不知道可以用認養的方式 那其實也會慢慢發現說 欸其實可能 有蠻多磁場跟我的接近的人 那我希望可以拒絕這些力量 做一些努力 所以這個時候請拿出各位的手機 手機手機手機 我希望各位的支持 就是你們不一定要去認養兔子 你們不一定 就是要對兔子有多了解 但是我希望說 我拍完這些作品之後 能夠藉由大家的力量分享出去 因為我要溝通的對象 不是這種徒留而已 而是我希望說 大家看了這個感動 你不一定要認養兔子 但是我希望你看了我作品之後 也會覺得有種心理上被療癒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想要表達 好 握手看見人兔子 還不是拿起手機 好 那等一下我會再 多花一點時間 停在這個頁面上 好 謝謝大家 好 五分鐘有機會時間 你會有二兩點 好跟早溫 OK 在這一個步驟 到這裡 之後 到這裡 就在這裡 到這裡 我會選擇 過一堆 真的 那有了